pacing 唐大哥呢 还 还 没回来呢 我到楼下买点东西 要不你跟我一块去 不了 我还是等等他吧 那个 你怎么在这儿 没带你饭啊 这是给唐大哥的 我妈给我做饭了 不用留饭 你怕我要死你啊 我先走了 你跟崇阳说一声 达土 还有媳妇啊 真有心 媳妇 去年冬天 我就说我喜欢那红手维波 没想到你真给我买了 就是那大夏天买它 怎么了大折啊 你摘下来了 不 出汗我也带 你 哪 怎么了 我 我带 我带 你别毁东西 我让我带 快些 别了 我 顾莲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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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 别冲动 别冲动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 你把他去 怎么了 咱俩你跟黑博叫什么劲呢 唐中秋 你太过分了你 那个 那个庞锡送东西基 还当个宝似的 你倒会傻呀你 你就你听我说 我不跟你说了 说什么说 怎么办 还干吗呢 这 你怎么了 你这是 你嫂子误会了 小姐 今天你这班了 是啊 唐师傅呢 没见着 有事吗 这是给七五八号 清洗时发现的 要给他家里人 你说我呢 忙着忙着就给忙忘了 没事 我一会联系他家属 放着吧 行 那你忙着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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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是张莉莉的家属吗 我们这边是殡影馆 打电话通知您 来领取张女士遗留的一块手表 小丽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呢 肯定是那个混蛋的 不要了 不要了 把它丢了吧 看着就讨厌 喂 益玉 庞西姐吗 我想问一下 您有那位沈先生的电话吗 沈奕荣 她怎么了 这位小姐 请问您有预约吗 你好 我跟沈奕荣律师约好的 好 您稍等 喂 沈律师 有位女士找您 请 好 我知道了 您可以进了 谢谢 庞西 快进来 坐吧 我给你倒点水去 不用了 我把东西拿给你就走 这个 这个东西不是我的 这是在你太太身上发现的 不值 恨她 恨她 我只是觉得 第三者 像臭臭 非常恶心人 那天 那天 在殡仪馆 我看见你大哥了 他跟以前 没什么太大变化 我还有事呢 不跟你废话了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淳阳 你去给庞西打个电话呗 让她到家里来吃饭 你 你到底想干吗呀 什么想干什么呀 在一块儿聚一聚聊一聊 总得把事说清楚啊 要不总这么闭闭闭闭的干什么呀 你说清楚也好 那个菜做得差不多了 我就接你嫂子 你看上点啊 下几个白薯鸡蛋 庞西按你出来 喂 喂 那个老大让你过了 过来吃饭 早点吃完 早点散伙 你说什么呢 什么老大吃饭呀 没事 我打错了 没你什么事了 那我挂了啊 来 你有病呢 拿我消遣怎么着 不能好好说话呀 你有病呢 我不就是打错一电话吗 怎么了 行行行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行了吧 有你这么道歉的吗 道歉你会不会 没上过友缘啊 我跟你说 我这儿和已经给你道歉了 你还想怎么着啊 那行你想听什么你告诉我 是你在跟我道歉 还有我教你了 我太有活着肚蛋 有病呢 真没事 唐师傅 好久不见了 是啊 这不来了吗 副连 你老公来接你了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干嘛你 哪去啊 你管呢 你让开 听我说 家里饭菜都做好了 就等你回去吃了 我不回去 我回去干嘛 讨人闲啊 你今天非回去不可 我的清白就在今天 给点面子好吧 咱都这么多年了 是不是 我告诉你 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 我就 我恰死你 好好好 我为了能活下去 我一定解决问题 行不 这什么呀 炒鸡蛋 我让他做的 行了 做到这种程度就不容易了 那个 下面咱说正经事儿 今天除了端午没到 都到齐了 也算是一个 小型的家庭会议 有一些事儿呢 也必须得说开 要不然别别扭扭扭的 很难受 那个 我先跟庞希说两句啊 来 庞希 首先 第一杯酒 我敬你 我 唐中秋 非常感谢 你对我的 敬爱 好吧 来 干了 这个 这个第二杯酒呢 我还是敬你 好吧 你看 就从我们说破我们是兄妹关系以后 还没喝过呢 是吧 这算是第一次 好吧 来 干 这个 第三杯呢 就是 你嫂子 她说了好几次了 她觉得 这个 对庞希不够亲 想任庞希做妹妹 这样亲上亲 家亲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现在说不不也一样吗 对不对 反正就这个意思 正好大家都在 咱喝一个做个见证 你这两杯酒下肚 你怎么能 这这这这哪跟哪 不是 这不才想起来吧 对了 庞希啊 你 你要是 乐意做我弟媳妇 那我举双手赞成 重阳虽然有千不好万不好 但他对你那是 一片赤诚之心 你 你是不是喝多了呀 我这刚喝 唐大哥 我从十六岁开始 我就以为 只要我长大一岁 就能跟你近一点 只要我长大一岁 我就能多了解你一点 原来我 大嫂 对不起 这杯酒我敬大嫂 我 我 我不为别的 就是道歉 为我胡思乱想 为我狼心狗肺 我受酒 你道歉你 你别那么喝酒啊 再说你 也不都是你的错吧 这当大哥的也没把事 给你说清楚了 我 是我不对 我差点当了小三 当小三 就是不对 我原本以为大哥是因为 顾忌大嫂 怕大嫂 才不敢跟我在一块 原来都是我自造多情 我 我差点当小三 不行 别喝了 再喝喝 再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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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话 那都不喝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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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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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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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别别让她喝别让她喝了 大嫂敬你 这事到此为止 你刚才说的话大嫂都听见了 以后谁在提庞熙之前的事 大嫂跟谁急 好 以后你就是我的妹妹 我就认了 都过去了 就这么定了 来大嫂干了 你赶紧送她回家 大嫂随时快点 赶紧现在回家消息人 不客气人 走走走走 不管是我的妹妹 走走走走走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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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还不你弄的事 你跟我说 对不起庞姨 对不起大哥 还对不起大嫂 怎么说你对不起我呢 睡着了 得 那我就跟你说两句我的心里话 那歌怎么唱来着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看了你一眼 便再不能忘记你容颜 这歌写得真好 我觉得就是给我写的 你说你姑娘 难过了 知道扑 知道喝醉 竟知道吗 我现在最想大醉一场 可是偏偏我现在最清醒 这叫什么呢 这可就是命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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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喝酒了 没有 我没喝 喝几个新同志在一起吃顿饭 他们喝 我没喝 我得提醒你啊 应酬要有分寸 我知道 这两天在哪个科 社会事务科 社会事务科 那就是拆迁办 这个拆迁办的 权力不大 事情挺多 我看你每天回来有气无力的样子 妈妈真的是心痛 就是你楚叔叔说了 你一次干的不错就把你留在了局里 在局里待了几天 现在干起事情了也得心应手了吧 刚到没几天还都不好说 一切都在摸索当中 不过话说回来 在拆迁办的时候 虽然事情比较繁琐 但是能和老百姓见面 能够听听他们的声音 知道他们的想法 也挺有意思的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其实 老百姓要的就是一个理字 什么话说清楚了 说透了 也就行了 总编 你能这么说 妈妈听了很高兴 你又进步了 庞熙这样可真不好 眼看着管理线里的军人指标了 他这三天两头的又请假又放空的 你说这不是照人口识吗 科长 我听你这话 庞熙可以转正了是吧 我可没说啊 我只是说有一个警官的名额 但是你别忘了 唐本有个白金玉 你上次不是说白金玉 那不是下来体验生活走走过场吗 是走过场 但谁知道这过场多长时间啊 也许一个月 也许一年 也许一辈子呢 你回去啊 探探庞熙什么想法 他要是有这意思 咱们就努力 他要是都没这想法 咱费这金干嘛 别别别 我马上去找他去 我先替他谢谢你科长 好吧 那我先走了 好 阿姨 给你给你 这就约到月头了 中秋啊 不用了 真的不用了 阿姨 你听我说 我就全当是给您买一些好吃的 给您补补身体 我孝敬您了 中秋啊 庞熙工作了 真不用了 我有话要问你 不是说你们单位工资高吗 那庞熙他怎么了 他是适用阶段 搁哪个单位都一样 等他转正了就正常了 庞熙真能转正啊 这个我们管啊 今天从民政局 要了一个近人指标 庞熙很有希望 而且我们 跟我们管那个刘科长 也打招呼了 就是庞熙这两天 不知道为什么 总请假呢怎么 这 我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是你们单位放假呢 你说这孩子 待会儿见了你说说他 没事没事 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刚才啊接了个电话 急急忙忙就好了 好 好 好 庞熙 老大哥 以后我跟我妈 不用你救济 非清非故的 不合适 这说的什么话呀 再说你现在还没转正呢 那几个钱哪儿够啊 来拿着 转不转正 转不转正我也无所谓了 反正我已经把辞职信交给科长了 什么 你把辞职信交给科长了 什么 你 你辞职了 我之前做了那么丢脸的事 我不知道 也没脸 在面对你 喂 科长 干啥 没事 过来看看你 正好这时候没糊 这竹子挺乱的 让你收拾 行了 你你你你你 别动我动一下 我自己来啊 我自己来 你别管 你没事是吧 我拿了一罐茶叶来 咱俩聊聊聊聊 不不不不不不不喝了 我这还有事呢 好吧 那茶叶总喝也伤胃 好了那就这样 走了啊 小子 伤什么胃啊 你有胃吗你 朱尔尹 重阳呢 走了 走了 往哪儿走了 东西都拿走了 你别去看了 那屋我刚擦完 你说他了 我说他干吗啊 我没事撑的数了他找痛快 他怎么走了 你想想你的问题 他看到你就想到庞熙 想到庞熙就想到你 他能不难受吗 这事不都说过去了吗 怎么车波罗话又说回来了 你当每个人都像我似的呢 新宽 不我不去了呗 不行 我得把他找回来 这一个个子 你怎么开车呢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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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是谁呢 我说 你这开车 跟哪个驾校学了 你会不会开路啊 这车还凑合啊 偷的还是租的 你干吗呀 你这边刷没刷牙 我自己的 那意思家里头还有俩子啊 那你干吗还去那种地方上班啊 你管着吗 我愿意 行 别留意 以后开车慢点啊 你这边去哪儿啊 你这边去哪儿啊 琢磨着 看哪有没有便宜点的房子 我租一间 上车吧 算你一起好 送你一程 那好吧 走啊 知道了 我说这都出了五环了 您说错了 这儿都出了六环了 出六环了 这儿哪儿啊你给我搁这儿 这儿哪儿有房啊 我爸都没这么骂过我 你骂我这么多次 拜拜了 玩鹰子让鹰子给牵了眼了我的 大爷 麻烦问您的事啊 我想租一房 咱们这儿附近 只要便宜就行 这儿有房 你算找对人了 跟我走吧 可以 这儿啊 应该是两个人住的房间 行 让你一下住吧 我这人心眼时尚 也就不给你做算了 你呀 就跟别的 租房子里人一样 每个房租啊三百二 水典费啊大伙军胎 你看行吗 三百 先生给您一个月 来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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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来跟办公司说 这边住这边 这边 没有你就来这边 谢谢 这是啊 这儿 新郎的朋友在那边啊 来 这边 咱们坐一块 谢谢 谢谢 祝你希望 谢谢 还冷 还比你好要的 拜扇还在 那你真是啊 是啊 好好好啊 来 老乡坐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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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好 好吧 好 谢谢 小夕 明明 你来了 我真怕你不来 怎么会呢 真漂亮 谢谢 我没想到她也来了 不是我请她啊 我也没想到 她和我老公是同事 没事吧 都上学时候的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明明 姨妈 你来了 真漂亮 谢谢 你是庞小姐吧 温阿姨 姨妈 你没认识啊 这就是我给你提起的庞小姐啊 居然是你 我都听姨妈提过好几次了 明明 我看 我还是走吧 走什么呀 我该替表姐啊 好好谢谢你呢 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做这个工作的 你这大喜的日子 我跑过来多不好了 明明 你看我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们这两个老古董 要没有小夕 表姐能美美的走吗 新娘子 那个里边都准备好了 快点 就等你开始了 我马上过去 我马上过去 姨妈 你好 帮我招待一下小夕 她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好 千万别让她跑了啊 小夕等我 先别走啊 小夕啊 这啊 都是我们短家的亲戚 我们进去吧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下面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我们最漂亮的新娘讲话 大家欢迎 我感谢大家 来参加我的婚礼 特别是 有许多好多年没见的好朋友也来了 谢谢 谢谢大家 有许多你也不行啊 可不是 有点像我啊 真的帮不了你找别人 一样能帮你打赢了 真的 我真的是尽力了 但 不是 我这拜托你了 我帮你找别的女士一样能帮你这个忙 你相信我 不是 又承认是你喝多了 真的 你相信我 不是 你找别的人一定可以帮你打 打 来 黄夕 我 我 我 你我 我 小律师 我先走了 你 你没事吧 黄夕 我对不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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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又喝酒了 找我什么事 我找你是想把这个给你 你的辞职信 我从科长那儿 偷过来了 庞熙 大哥这么做 不是想强迫你什么 你也可以把这辞职信 再给科长送去 我只想告诉你 你小时候 是我把你抱回来的 也是我把你送给庞姨的 不管怎么样 你记住 你和庞姨的生活 我都会照顾好 同志 同志 麻烦你个细节 拉个地铁站怎么走啊 你往前走 然后往左一拐就到了 谢谢你了 不客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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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着呢 听着呢 大哥 这样吧 你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这还有点事 回头咱们点联系好吗 走 走 怎么着 咱哥这手也还不错吧 你 这混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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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报警 有个男的新有的车无路 走 老哥哥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冒胜啊 冒 胜 你 老哥哥 走 走 来来来来 赶紧进来 早知道你啊 回来 多整齐了 把孩子们都叫回来 热闹热闹 我跟你说了 哥哥 我这回回来啊 就是专门为看你们来的 至于那几个孩子 晚两天见也可以 不行不行 你知道 几个孩子都不错 说过来就都能叫了 就你们家老二 现在比较年轻 怎么了 老二大佛呀现在 大佛 老哥哥 我们家老二不会是出家了吗 出 出家 不是不是不是 怎么可能 您呢 你不知道你走了以后啊 发生了很多事 知道了 就算你们家老二有运气啊 怎么了 你们家老二 那娘 府市长 老哥 你说我们老堂家 这什么时候 怎么就跟你大人物车上关系了呢 来来来来 赤 大哥 该不是为了哄这傻兄弟高兴 你狂着我玩了吗 那怎么会呢 他怎么就能跟 听我跟你说 来 再喝一口 你知道当年啊 你们家老大带着两个弟弟到城里来找我 你知道吗 嗯 走着走着 路上还捡个女儿 这一下就来了好几个呀 我得一个一个安排 一个一个的找家呀 这你又不知道 来来来来先去 那这么多年 您老真受累 应该的 应该的 等你嫂子回来啊 炒几个热菜 你回来我太高兴了 行 咱这酒粮见长啊 你这酒粮 行 行行行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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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干嘛呢您 玩玩玩玩 玩一会儿 你到我没看见是吧 把钱给人家 没拿钱 没拿钱 什么没拿钱 没 没 别跑啊 没 我 我说了没 哎呀呀 哎呀 你死了 别别别 别打了 别打了 疼了 爸 爸 老爷 周久 展秋 别闹了 看看这是谁 你 你倒是叫一声啊 谁呀这是 我 他是你亲爹呀 嗯 哎呦真够逗的 哪儿冒出来的 这 你不认识啊 爸您是不是糊涂了 您不就是我亲爹吗 我 我 来 你是唐家的老大 你还有两个弟弟 我真的是你的亲爹 我总算回来了 这么多年 都快熬一箱子了 秋儿你 哎别 你这个秋儿啊 你别吓了我 爸 你冒算了 二十几年了 您听谁叫我秋儿 我 我当时不是一肚子苦中吗 老哥哥你 哎 是是是 哎 您儿俩躺躺躺 我看看菜去 去去去去